欢迎收看本周的爱台湾生活周报 我是蔡文起 疫情让宜兰投诚传承了200年的 中原节重要民俗文化活动 投诚抢姑停办了三年 在各界的殷切期盼生当中 投诚镇中原祭典协会也特别召开了记者会 他们宣布了要复办投诚抢姑 而今年公所也特别追加了500万的经费 让活动更加的顺利 利评投诚宗教文化观光 投诚镇中原祭典协会理事长杨碧春 投诚镇长蔡文艺 先议员赖良州 以及各里长齐聚召开记者会 宣布因为疫情停办三年的 中原节重要民俗文化活动 投诚抢姑将要复办 重磅回归 人民一直说我们中国一定要办 所以说我们中国这些联络 也是为了听到 我们所有的乡亲的声音 虽然是经约很欠 但是也是要办 为了大家 因为投诚是一个真有文化的地方 投诚手机是投诚人的精神 也是投诚最后提到 观光文化综合的一个活动 传承200年的投诚抢姑民俗文化活动 是与屏东抢姑台湾中原节为二的 抢姑民俗文化活动 而且规模更胜于屏东抢姑 可说是超高难度的挑战 选手只能利用麻省攀爬 涂满厚重牛油的姑柱 而爬上姑柱的顶端之后还要倒翻棚 并且爬上姑柱巨下顺风旗 全程高度达到12楼高 是耐力体力以及技术上的一大考验 过程是相当惊险刺激 蕴含着一页页先人移民的血泪奋斗史 我们的唱歌是因为我们有上面有鼓劝 但是南部他们没有鼓劝 所以说南部的唱歌就是挑战去到上面 挤起来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这些刺激就是要经过一个这个 这个高条油皮皮都没有油 挤起来十多再来 然后再来的时候就还可以说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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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豆繁边要挤起来 挤起来喔 我们现在还有五千用锅子 都挤起到上面 上面的时候就要挤起来 这些纖纖才能拿到顺风旗 跟他的奖金 所以说我们可以全世界像头生才有完而已 头生唱歌可以说是 这个全世界南部最高的 我们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可以来头生参加唱歌 头生唱歌最带载 投诊抢顾将在农历7月1号正式 揭开序幕动土开工 而重头戏抢顾则是在农历的7月30号 鬼门关时盛大举行 祈求老大公保佑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渔民出海作业平安 渔获丰收 宜兰新闻记者十四名 采访报导 接着我们带大家来到桃园 为了要鼓励长辈多走出户外 以及训练首部的动作协调性 桃园市横丰社区发展协会 举办的千岁人生梦想彩画的活动 由社区里面60多位的长辈朋友们 一起在一幅长达36米的画作上面 尽情的创作绘画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回忆 还有记忆 在炎热的天气当中 可以看到公园内 苏银底下有许多长辈朋友正在认真做画 他们要共同完成一幅画作 以不连段的方式 让每一位长者发挥创意 随手在画布上进行绘制 有的是绘制而始终的有趣记忆 有的长辈是把心中期盼 以及梦想绘制上去 为了鼓励长辈朋友多走出国外 以及训练手部动作跟协调性 放松身心 也可以透过作品增加他们的自信心 以及活力 那我们关怀据典的课程是非常多元化的 我们希望我们长辈来到这里 是可以享受一个快乐的一个 后半辈子的一个场所 那我们的课程都是进行策划 像我们今天办理的这个 天衰人生梦想彩画活动 我们希望这个活动呢 透过画笔展现出长辈的一个人生的梦想 与愿望 那大家集中人之力 然后共同完成这个36米 这个人生彩画活动 彩画图 那希望透过在数理下 在轻松的环境底下 完成这一幅 立法委员黄世杰 市议员许旭万上午也特别前来 与长辈们一起作画 过程中也与长辈朋友一起分享 画画心得 透过彼此互动 凝聚长者之间的情谊 增加社会互动 减少数理感 让长辈朋友可以获得更多社会支持 我们社区派 也会公开据点的 所有的长辈 跟我们的这个老师 一起来 合力来创作 那让我们这个 所谓的千岁 的这个会议 可以呢 同时的创作在同一招的画布上面 共同 企业众人之力的 共同做出一个很美好的回忆的作品 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所有的长辈呢 可以共同分享彼此的生活历程 那么也可以呢 可以创作出一个很好的作品出来 达成我们中生学习的效果和目标 也会非常有成就感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今天我们 恒丰社区发展协会关怀祭典 在举办这个 催生活动 那真的这个活动呢 我刚才在致辞当中我也提到 非常的棒 让老人家走出戶外 而且他们是关怀祭典 这边的 很多的长者都会利用 时间来做地理在一起 那今天又有老师来做指导 让老人家走出戶外 而且呢学习画画 就跟他们家里的孙子一样 拿着主张图图写写 那就会写出自己的灵感 也会让老人家更开心更快乐 我们现在也希望老人家 不要害羞 随便想到什么你就画什么 这样的话 把你自己的心里面想要写的 都可以写出来 包括头发我们想到什么就直接讲 然后这个成果呢 会是属于自己的 让大家更开心 快乐结合在一起 这主要是让老人家开心 让老人家快乐 最重要 透过艺术课程 绘画训练手部肌肉 以及动作协调性 活动手指关节以及眼力 激发长辈朋友们的创造力 创造出彩色人生 最重要的那个成就感 也将会是长辈朋友们 最大的收获 记者林瑞峰大元尝不倒 好接着我们带大家来到台中 来看看这群 一样非常厉害的长辈们 地点是在台中市神钢的北庄社区 为了让长辈们能够多多的走出户外 常常举办各项的活动 也因此让社区的相信力 还有认同感很强 尤其是呢 志工们合力所打造的阿玛伊造咖 现在已经成为热门的景点 让长辈们有休憩活动的空间 而园区里面呢 也提供了儿童游戏的空间 另外不需要弯腰的菜园 现在让大家乐开怀 大家每天都抢着要种菜浇水 这样的空间营造 可以说是传承农村 质朴文化的最佳点半 阿公阿嬷们 站着就能轻松拔草种菜 为了让长辈们多走出户外 神钢的北庄社区 志工们合力打造 阿公阿嬷们的专属秘密基地 阿嬷的造咖 现在成为热门景点之外 也让长辈们休憩活动 尤其是不需弯腰的菜园 更是让大家乐开怀 阿嬷的造咖 成为社区长辈们的重心 更成为其他社区观摩的最佳地方 这么多元的地方 更隐藏着古董宝物 在众人齐心收集之下 只要是厨房必备的物件 在这里都能精彩呈现 神钢区北庄社区营造友善互助的氛围 并以阿嬷的造咖 以及北庄十八窟空间营造 在去年获得卫福部 尽卓越社区优等奖的肯定 这么优质的社区 可说是传承农村质朴文化的最佳典范 阿嬷的造咖赞不赞?赞! 改破庄新闻 记者陈洋元 沈刚采访报导 新竹台大医院肾脏移植 存活最久的个案 并有陈明雄先生 他今年已经81岁了 他50年前接受自己母亲的肾脏移植 这颗爱的肾脏目前已经115岁 他非常感谢当年所有人的帮助 让他有了开启全新人生的机会 生日快乐歌响起新竹台大医院 为陈明雄举行幻圣50周年庆生会 他是台湾肾脏移植 成活最久的患者 目前体内的肾脏已经115岁了 能达成这项创举 除了医疗团队的细心照顾 并有的饮食起居也是关键 陈先生也有说到就是均衡的饮食 正常的生活习惯 其实这个都蛮重要的 那当然过度的这个暴饮暴食 劳累啊 其实当然对肾脏是一个负担 就会比较不好 其实并没有说很特别说有什么禁忌 但是其实就是说饮食均衡 不要大鱼大肉太咸 那当然如果说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 那这个要好好控制 那还能够保护肾脏的国耀 因为这些病化症而造成损伤 病人整个的配合 那我们才有这个机会来帮病人庆祝 那这个事实上给病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 就是说医植可以用这么久 那也给我们医疗团队一个学习参考的一个榜样 陈明雄30岁时因为尿毒症需要洗肾 母亲虽然已经高龄65岁 仍然坚持将肾脏捐赠给她 说到她的母亲她仍然是满满的感动 同时她也十分感谢当年任教的陈德国中 在没有健保的年代 众多学生为她发起募款 还有写信求助 正好有一次在爬楼梯的时候 脚没有踩好 脚的近骨的地方受伤 伤口旁边发炎 结果肿起来 一按下去热线下去了 那父亲讲 这可能跟肾脏有关系 所以到检验课检查 果然是肾脏不好 那时候患肾的费用很贵 不要说患肾 光是洗肾 差不多要血液透析 一直差不多要两个月的洗水 根本不可能 所以我感谢我妈妈之外 我感谢成德中学 他们学生写信给她蒋园长 就叫院长帮助 台大外科教授李俊仁 是亚洲肾脏移植开路先锋 如今肾脏移植手术 已经是一项成熟的医疗 新竹台大分院副院长蔡孟坤 认为肾脏移植 50周年的庆生会 给了医疗团队一个学习的榜样 同时也为更多的病友带来希望 记者万事连 实习记者陈温君 新竹蔡凤报道 彰化间线300年 为了迎接这历史性的时刻 由彰化县政府文化局规划办理的 2023彰化走读艺术节热闹登场 今年的活动以启程张艺300为主题 邀请了国内外知名的艺术家 在彰化火车站 孔庙还有八卦山等等的八个地方 设置了八件装置艺术的作品 另外在活动期间 只要是礼拜六跟礼拜天 在县立美术馆的广场 都安排有街头艺人 学校还有社区的团队等等的团体 轮番演出 来自台南国际级表演团队 十股集乐团带来精彩的开场演出 超热2023彰化走读艺术节的气氛 今年是彰化进线300年 县府规划了以启程张艺300为主题 在彰化市区设置了八个大型装置艺术 也串联商家邀请艺术家 在店内举办微型创作展 活动主现场彰化县立美术馆的广场 每个礼拜六日下午三点开始 都有精彩的表演节目 再再就是希望大家都来了解这块土地的好 这块土地的美 那我们也鼓励一些年轻伙伴 今年刚好文化部有给这个文化成年礼经的部分 在这边通通都可以消费 那同时在彰化县内也有80家的艺文的一个店家 那大家用戳张 那或者到店里面消费 他们有不等的一些折扣 我们一起来 开心开心 文化局进一步指出 今年走独艺术节节目的安排相当精彩 约有80家艺文厂商一起参与 不但有装置艺术和表演 限立美术馆的广场以及中心装 都有文创市集可以逛 接着张其亮专画采访报导 为了要让更多的民众知道台南东山 除了丫头跟咖啡之外 还有很多的美食小吃 有两位在地的返乡青年自发性的执行了点亮东山美食计划 邀请了很多的店家一起入境 用短短一分钟的影片将在地的美食快速的介绍给大家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亲自来到东山边吃边玩 台南市长宏伟者一意光顾每一滩 许吃是喝 用行动来支持东山在地小吃 相信在市长的代言挂保证之下 每一项美食都不会让大家失望 最重要的推手不是我们 最重要的推手是我们背后的很多年龄亲朋友们 他们返乡 知道东山有这么好的地方 透过他们个人的一个创意跟巧思 能够把东山的传统 以及东山的未来一起推上台面 促成这场继整会的市议员李宗翰 今天也特别化身主持人 向大家大力推荐东山的特色美食 套到我们这些鸭皮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由于我们东山很多少年朋友 不管是我们票还是按外部 选择住在我们东山 合体集资 希望可以替我们东山来行销 他们想要说的是 东山不是厚头不是咖啡 要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像我们的背后 还有我们的银子 还有我们的蜜蜜 还有我们很多很多东西的商品 可以让大家来选择 他们希望很多观众朋友 来到我们东山的时候 可以在这里更多的 品尚更多好吃的东西 两位返乡青年因为感受到东山 有许多默默经营的小吃业者 东西虽然好吃 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样行销 因此自发信免费帮忙拍影片 希望将东山美食推广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从台北回来 我们就有发现东山的美食 它真的很独特 尤其在大西北这个地区来讲的话 它真的是重中之重的独特的美食 那我发现说我们东山的店家 真的是很老实的在卖东西 它都不太会做很多的行销 因此我就有这个想法 想说一定要把我们东山美食推广出去 所以才会有这次影片出现 就想说东山的美食很多 可是都没有人去推广 然后一来都是说 你们东山有什么 然后当地的人都也不知道说 我们东山有这么多美食 可以推给外地的人知道 所以想说借着这个影片 让我们的东山美食 可以让外地知道之后 让更多的外来客进来 我们东山 东山除了咖啡跟丫头之外 还有许多选择 不管是甜的或是咸的都有 因此民众下回来到东山 千万不要错过 记者郑亚山陈永祥采访报道 现在正值暑假期间 漫长的暑假假期 您还在为出游的地点烦恼吗 提供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有台北市后花园称号的 文山区猫空这一带 是踏青旅行的好选择 台北市观传局也分享推荐 出产绿竹笋的文山区老泉里 除了有丰富的天然植物跟生态之外 另外让很多掏客 魂牵梦银的绿竹笋料理 也是一大亮点 现在就赶快透过镜头 带您一探绿竹笋的踪迹 农夫拿起长铲来到竹林里 在松软土地上挖呀挖 一旦发现笋虫有裂缝 立马郑重目标 包准有惊喜 这个他弟弟 这个他哥哥 这个他爸爸 不过专家提醒 为了避免伤到笋子 爬土千万不能太用力 最好慢慢顺着笋子的弯度爬出 最后刀落在笋体下围 又连碗粒一刀切下去 鲜甜美味又多汁的绿竹笋 就这样出土了 裂缝会沉网状 网蜘蛛网状 不是单一 它是会不规则的好几个条纹的 底下一定会有竹笋 但是这个是好天气 下雨就要靠经验 木栅地区其实 真的就我们所谓的三猫 猫空猫懒跟猫熊 那另外其实除了这个以外 就是有冠军的绿竹笋 那也有冠军的铁观音 魂山保种 这些那也有很棒的农产品 常年评比获奖 韬客眼中的绿宝石绿竹笋 现在正值盛产季 不论是凉拌 快炒 煮汤或是腌制 风味都各有千秋 传统的竹笋鸡汤 它的料理是用我们的老权里的特产麻竹笋 加上我们的骨鸡 组合起来做的料理 那这个金沙竹笋 也很特别 金沙竹笋是用我们今天早上介绍的田龙笋 还有这一道 卤的 我也建议大家 这次活动以后 回去家里面 想要吃卤的 可以先一般市面上买那种 比较普通的 台北大宗所也是我目前台北市 在这边非常棒的一个登山景点 所以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旅行业者 或是我们所有的旅人 可以再多看一下我们台北这块非常棒的一个地点 大人提醒 由于很多笋农天还没有亮 就到笋地挖笋 在直接送往传统市场贩售 在产量有限之下 喜爱绿宝石的韬客们 可要好好把握机会 欢迎来到文山区老权里 走入城南秘境 品尝在地好味 体验静谧的山林跟农村之美 记者不参用 台北才放爆的 41岁的李维 他是制茶的第三代 从小就在茶厢长大 原本是在内湖的科学园区工作 12年前呢 他跟太太黄雨珍一起返乡从农 经营了花间茶羽小农驿站 从最初生产型的精致农业 慢慢的从一级生产 二级加工走向了三级观光体验服务 跨足了休闲农业并且引进了新式的机器 提高茶叶的品质产量 为老茶农代工 协助长辈们进行农业专心 从不被父亲接受到现在 他已经获搬了农粮署的亮点茶庄 在县内各大茶叶竞赛获奖无数 并且在本年度获选了农委会第六届的百大青农 他期许自己能够成为茶产业的领头羊 让大家看见宜兰茶 也让茶的记忆不会流失 继续传承下去 其实茶叶是好玩的 它好玩的原因是在 它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农产品 茶叶它必须经过后制的加工 后续的制成 所以它有所谓的制茶工艺 你要先学会农夫做出好的茶叶 有一个好的栽培管理方式 有一个好的茶青 那你好好身为一个厨师 去学会如何制成 让这个茶叶又香又甜 又可以回甘 这个挑战性很大 那跟太太两个就说 那我们回来试试看 我们是第三个比较大的孩子 所以对于茶园管理 对我们来讲 一直是很抗拒的 很多人说一代乌农三代忙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没有所谓的寒暑假 人家暑假可能是夏立 我们永远就是在 拔茶草 施肥 对 割芒草之类的 所以我在一路的求学过程里面 甚至到工作经验里面 其实压根没有把茶叶 放在这个我的选担里面 我相信每一个 如果说一个年轻人 想要回到农村 那你的上一代是务农的 通常上一代都蛮抗拒 让自己的小孩回到农业里面 因为农业 刚才首先是说 他要看前吃饭 对那再来 以前务农的观念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回来务农 那你干嘛读大学 那这三年 大学四年 你在家里帮忙不是更好吗 我公反对的原因是 他们都一直跟我们灌输一个说法说 做茶很辛苦 做茶期间你几乎不能睡觉 然后你平常时都要在茶园里面忙碌 晒太阳什么的 所以又是整个制作过程 不管是管理啊 采收啊 制程啊 都是很需要耐力体力的 他觉得我们没办法撑得住 他觉得我们在外面上班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就还蛮不错 为什么要回来做这个 就是跟水他们脚步做这样子这么辛苦的一个工作 当开始回到农村的时候 我们做的虽然是从事生产性 但是我们有一部分的心力是放在休闲产业这一块 所以当开始有旅行社一些有客来到我们的场域 来到了茶园 看到我们做一些生态导览 茶园介绍 制程 让老一辈慢慢就可以接收说 原来茶叶 这个传统产业还可以这样做 对 让消费者可以认同里面之后 进而提高了一些所谓的提代率的问题 爸爸就是说 原来让客人做一些生态导览 我们还可以卖钱 还可以增加我们的收益 很特别是前面是个童心园 那时候民国一百年的时候回到农村 我们就觉得说茶叶 这个茶茶叶要怎么让人家特色两个字 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童心园的概念 对 那其实十年之后 接下十二三年了 它成行成列其实也算漂亮 就看刚才帮我去哪里 对 闻香 就是一个像闻香的概念 其实有点像闻香下马 一个徐利的谐音 你要不要问问看 很迷人喔 直接闻这个 这个要准备干燥了 要干燥了 因为我们做茶很吃嗅觉的 我们很吃嗅觉 你嗅觉不好的人 你想要做好茶很困难 因为你茶叶它的 光是一个清味 它就有炒湿的清味 水脂肪的清味 对 因为我或甜清 干清 光是一个清就有分很多种层次 所以如果你的嗅觉不好 你不容易在每一次的香气拿捏 你都可以在对的时间去做 你想做的工序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 自茶我们不能抽烟喝酒 小冰档这些 基本上我们都是禁止的 其实每一次做茶的当下 茶叶会给我们一个回馈 那个回馈是我没有办法完全预期 然后会有一个突然新的一个 让我觉得很惊艳的香气 我都觉得那个成就感是 以前在上班的时候是不太会有的 感谢您收看本周的 爱台湾生活周报 我是蔡文琪 我们下周见